反跑的时候被撞到了一下 还行 没什么问题 看来都是延误完了以后 叫换点 呦 这没盼脚踢球 向前一个变相是砸在了周一祥的腿上 才判认为不是一个故意的击球 反对了 但信尔现在的一个问题 比较尴尬的点就在于 没换上来 把姜伟泽换上来 姜伟泽有篮 横穿球 直接被截断 这种球是得避免的 周一祥 这边被希尔犯规 那么戴怀博的这个机会也就变好 这个就是一个11分 就是单截11分 单截11分 周一祥怎么样 也中3分 也卸下来了 这场比赛只有一个主攻 同时还有4个失误 5个失误 高低看这个谁 可惜张彪往往是上半场打一打 就是出来更深处板凳的耿明昂 原来亚迪斯的一些 让大家觉得不够的地方给他盖一盖 又断一个 这球周一祥 自己积极性很好 把球抢回来了 8分 长林是今天第一个进球的 长林刚才想要位 但是球没给 周一祥 再来突破上篮 周一祥12分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